他本是一个受人敬仰的英雄 却自甘堕落成为一个小小的狱警 只因英雄不能随意杀人 而狱警却可以执行死刑 就在不久前 男主拿下了最凶恶的白毛罪犯 而代价则是自己的队友全体震傲 当时的他本来有机会直接将其杀死 但是他却根本下不去手 因为他曾答应过同伴让罪犯接受法律制裁 而这也是他做过最后悔的决定 落网的白毛被法律判处死刑 暂时关押在防御森严的卢克鲁斯大监狱 男主一个人在家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除了白毛的判决之外 今晚还将举行英雄们的葬礼仪式 男主一脸阴沉地听着新闻播报 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将电视关闭 来人是男主的哥哥 他是一名狱警 男主看着自己的哥哥 后悔没有亲手将白毛杀死 然而哥哥却劝男主要听伙伴的劝闹 曾经伙伴的话语游在耳边回响 英雄的职责是救人而不是杀人 就算是在穷凶极恶的罪犯 也应该交由法律制裁 无论面临什么情况都不可以杀人 对此男主虽然不服气 但也遵守着一直以来的约定 男主哥哥也认为罪犯应有法律审判 然后由预警执行 最后哥哥告诉男主 白毛将在下周被处死 然后两人一起去参加了英雄的葬礼 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一周后他等来的却是哥哥的葬礼 这一刻他满脸绝望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被判死刑的家伙没事 而作为执行官的哥哥却死了 男主一个人沉默地守在哥哥林前 却被突然传来的一道声音打断 来人居然是卢克鲁斯监狱的狱长 狱长递了一个平板给男主 而上面是白毛的死刑执行记录 他的哥哥在执行死刑命令的瞬间 卢克鲁斯监狱居然停电了 同时白毛身上爆发出了强烈的电子冲击 几个执行狱警当场被轰飞 而解脱束缚的白毛一人将他们全部杀死 男主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上的一切 同时监狱长表示现在情况十分糟糕 因为除了白毛之外 监狱里的所有犯人全部被释放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是监狱及时关闭 阻止了死刑犯的逃跑 但是里面的狱警却没有机会走出来了 此时男主咬牙切齿地询问 电子脉冲是谁的手笔 然而对此监狱长也毫不知情 此次监狱长前来只为一件事 那就是拜托男主镇压卢克鲁斯监狱的暴露 对此男主当然十分乐意效劳 但同时他有一个条件 既然同伴们说英雄的职责是救人 而狱警哥哥说只有法律可以审判人类 只有狱警才可以执行死刑 那么在卢克鲁斯监狱 他将不再是英雄 他要成为一名狱警 我是狱警徐江柳 人家们请多关照 一层的犯人们看着穿着狱警衣服的男主 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对方还像以前一样不敢杀人 一个个的争先恐后的冲了上去 结果男主只是一拳毁出 中间直接空出一条道路 此时地下各层的老大们 都感觉到了这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白毛更是激动的开怀大笑 你终于来了 男主整理了下衣服 从现在开始执行死刑 英雄预警要对他们执行死刑 对面的死刑犯们一个个都怒火中烧 明明他们一层的犯人 不过是背负几条人命榜 凭什么就要被杀 这不是不把我们当人 女蠢的人还在吵闹着找律师 而聪明的人已经准备好粤语 趁着其他人分散男主的注意 绿毛男瞬间闪现到男主身后 本以为自由在望 可他实在是小看了男主 只见男主冷酷地转身一脚踹出 绿毛当场扑斥下陷 这一幕直接震惊了所有人 周围瞬间寂静下来 此时男主好心地给出选择 要么滚回去戴上项圈 要么死 眼见犯人有了退缩之意 这是一道声音从人群中传出 当然是选后者了 男人表示反正横竖都是死 为什么不拼一次 毕竟这个选择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友好 然而面对对方的嘲弄 全都震惊地探向那个人 男人表示英雄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杀了他就可以享受自由 而男主也认出了眼前之人 原来是你啊 监狱长所说的垃圾 在来之前 监狱长有跟男主介绍这里的基本情况 卢克鲁斯监狱根据犯人的危险程度区分罪犯 其中一层关着的300名罪犯 基本上都是连环杀人犯 地下一层的100多名犯人 可以让一个村子陷入危险 地下二层的30多名犯人 可以让一个城市陷入危险 地下三层的10名犯人 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危险 地下四层的五名犯人 可以让一片大陆陷入危险 而地下五层包括白毛在内 一共三人可以让世界陷入危险 当然实际需要面对的敌人没有这么多 因为犯人之间只是一片散沙 他们有机会一定会捅对方刀子 而一层以某个人为中心团结在了一起 希尔雷森 一个可以通过声音强化对方的强化蜥蜴能整 看着眼前的男人 男主念出了他的罪责 杀了七名市民以及一名二级英雄 然而对方却纠正了男主说法 识人 一共识人 因为那个女英雄怀着双胞胎 男主冷漠地看着对方那丑恶的嘴眼 既然如此 那就更加认真一点吧 男主呼叫监狱长 询问这个监狱够不够结实 这得到了监狱长的肯定回答 文言男主放心下来 看来不需要小心控制力量 而对面的男人还以为男主是在虚张声势 毕竟相较于其他几位英雄 男主可以说是默默无名 他们还以为男主是用同伴的性命为右耳 将白毛抓住 故此他们逐渐开始嚣张 随着希尔雷森艺能发动 所有犯人都得到了强化 他们朝着男主疯狂冲来 然而男主紧紧只吃一脚踢出 前面几排人便全部倒飞出去 接下来男主开启认真模式 随着他的一拳轰出 所有犯人宛若仙女散化 带着男主落地 身后是一片尸山在无意活口 一层的死刑执行完毕 接下来还剩单肩等待处理 男主一路走来 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干掉了多少人 即便偶尔遇到几个漏网之鱼 他也会善良地给他们留下选择 究竟是戴上项圈还是死 不过选择项圈的人 到现在一个也没有 通常都是犯人冲上去了 然后犯人就死了 当然也有几个自以为聪明之人 先是假装投降同意戴上项圈 企图让男主就此放松警惕 然后趁其不被发动出息 结果终究是没有考虑到实力差距 犯人的权力一击 却连男主的一点提都没能擦步 此时男主想起了曾经伙伴的一句话 那些非肉体细异能者真可怜 只能远距离砰砰砰 永远也体会不到亲手摧毁人的快感 于是男主也体验了一把拳拳到肉的感觉 这种感觉好像的确是不错 处理完杂鱼 男主来到最后的单人牢房 出现在面前的是男主的老熟人查克菲尔德 曾经他们英雄联盟创立初期将其带领 因为其极其恶劣的行为 以及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的嚣张样子 男主当时便想动手将其解决 然而最终却被他的圣母队长阻止 当时男主虽然极其不满 却也不得不转身离开 如今再次见到这个人渣 男主仍是善良地给出选择 当然结果不用猜也能想得到 见此男主也不再废话 如闪电刚划步对方身体 然而对方却没有死 原来之前的身影只是一个幻想 菲尔德开始自述 他之所以喜欢杀人 是希望自己永远停留在那些人的记忆中 哪怕是他们死了也永远无法忘记 因为将自己的身影烙印在他们的双眸中 便是他的能力 而且他记得每一个人 可以让他们再次出现 说着他刚想去献出一个受害者 结果胳膊就从身体脱落 男主平静地看着对方 真不愧是能住单肩的犯人 这张嘴还真是能说呀 不过你好像没有能力躲开我的攻击 此时菲尔德已经知道自己会死在这 不过死之前他还有一个问题 你还记不记得这一路上你究竟杀了多少人 闻言男主表示自己不需要记住你们这种人渣 然而话音刚落 就见死去的同伴再一次出现在自己眼前 粉毛圣母又一次地开始劝说男主不可以杀人 见此菲尔德以为可以活下去了 却不知这更加勾起了男主怒火 就是所谓的不能杀人最终害死了自己的哥哥 情绪的男主没有丝毫心忍地将他们一分为二 此时男主满脸阴沉 你还有什么没用的吗 菲尔德没想到对方能毫不犹豫地 就将曾经同伴的身影砍碎 却只听男主无情地开口 反正就只是幻觉 闻言菲尔德震惊得更大双眼 下一刻他遍布了后尘 被一分为二 此时男主冷漠地表示自己现在可不是英雄而是狱警 还剩最后一口气的菲尔德看着对方的背影 你根本就不是狱警 你只是一个单纯的怪我 而此时监狱的外面 竟然有三个人一直在观察着一切 而看着男主在里面的表现 其中一个女孩满脸的兴奋 出现了 她就是我要找的老公 男人前一刻正要装逼 下一刻就对对方一分为二 就在刚刚男主处理完地上一层的渣子们 紧接着监狱长就上前慰问 并询问男主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然而男主表示不需要 让监狱长马上开门 文言监狱长也不再啰嗦 不过在那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要拜托男主 希望他可以将下面还活着的狱警带回来 男主想知道每一层还有几人活着 不过对此监狱长也不知道 因为从地下一层开始通讯装置都被破坏 只有第五层还保持完好 就好像里面的人希望有人看见 听完男主让对方把门打开 随着监狱长下令 钢铁大门缓缓朝着两侧开启 这时监狱长提醒男主小心 因为地下一层和一层之间的差距 就好像天和地 大门刚打开一人缝隙 男主便严肃起来 因为门的后面早已设好男主 他们毫不留情地疯狂攻击 各种异能子弹乱射 见状监狱长大惊失色 大声呼唤着男主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一个犯人瞬间来到他的面前 随后直接掐着他的脖子 将其高高举起 你就是这里的监狱长 这可真是太好了 抓到一条大鱼 看着对方恶魔的身姿 男人大方地回头招呼自己御友 杂羞们 这是这里的监狱长 还不快过来排队好好干 此刻的他净嫌语文风范 然而等到他看清身后场景 却当场呆愣原地 只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目之所及一片苍蝇 他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去 结果就只见男主 此时已经跳到他的头顶 下一刻随着男主一拳猛的麾下 剧烈的冲击 直接将监狱长轰飞出去 至于那个男人 早已遍地多事 此时男主居高临下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监狱长 后面你就别跟过来了 很危险 文言监狱长结结巴巴地回复 知道了 眼见男主即将离开 监狱长在此出生将其叫主 最后他还有一件事要说 被英雄破眉抓住的父母 坐在一层单间 文言男主表示自己知道 随后冷漠地转身离开 此时地下一层单间之中 还剩下的犯人 全部聚集在此 听着外面不断传出的轰隆巨响 他们祈祷着育友的成功 当然这份希望很快被无情打破 女人是前任英雄父母 有杀死28名英雄的战绩 她是一点也看不上 这些没有脑子的文艺 很快她嚣张的态度 惹恼了一个壮汉 你想死吗 然而女人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 一群废物 你们杀死过能力者吗 男人成功被惹怒 她的能力发动 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力量感 然而正所谓帅伯和三名 下一秒她便刷得一下 被一分为二 此时的女人已经换了一副样子 她的头发及爪子变得锋利无比 她当英雄时解决了很多坏蛋 同时也找到了 杀死能力者的方法 而且她还知道男主的异能 因此女人邀请剩下的人合作 她可以将猎杀能力者的方法 交给他们 另一边接于外面的三人组 看着男主的表现 小女孩很是重要 明明之前她的选择还是白毛小哥 为了救她甚至使用了电磁冲击 其中一个男人提出质疑 那个人是英雄 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结果小女孩兴奋地表示 那只是以前 至于现在她哪里像英雄了 话虽如此 另外两人表示你只能选一个 毕竟一期多出是犯法的 文言小女孩感觉有些苦恼 这还真是难以抉择 既然这样 那么他们两人最终谁能够活下来 谁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对象 我果然是个天才 眼见男主即将杀到 父母开始分享男主情报 因为他也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英雄 此时紫毛男人斯璧奇提出质疑 就算知道他的能力又有什么用 毕竟他是一级英雄组成的联盟里的成员 而在这里的人最高不过三级而已 文言父母自信一小 这种事他当然知道 不过自从英雄罗沙成为联盟老大后 他就掀起了英雄改革 第一他重新定义了英雄 并阻止英雄杀死坏人 第二他定期让英雄们组队配合训练 最后他废除了一到五的英雄等级 而父母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因为男主进入联盟之时 等级制度已经废除 他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战绩 以至于外界都传他跟罗沙有一同 话虽如此 但他毕竟可以瞬间解决第一层所有犯人 而在座的各位实力连二级英雄都达不到 不料父母却是咧嘴一笑 一层的都是小喽啰 就算是你们几个人都可以轻松做到不是吗 在这里随便一个人都背负着几千条人命 完全不是第一层之人可比的 当然父母强调这些并不是说对方很弱 只是自己知道他的弱点 在几百年前异能者出现后 学者们将其分为三大类 可以强化身体的肉体强化蜥蜴能 可以凭空创造物品的创造蜥蜴能 以及不在前两者之内的特殊蜴能 而父母之所以认为找到了男主的弱点 就是因为他曾看到过男主的训练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他根本就不会去拖 于是剩余的犯人全部选择加入对付男主的计划 他们首先分出一部分犯人吸引男主注意 男主见到他们第一件事还是给出选择 带上相存或是死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两边埋伏之人的远程攻击 父母与私逼其两人通过脑波通信远程观战 而结果也正如父母所料 男主根本就没有躲开攻击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 是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父母在这次攻击中混入了一些小东西 那是从狱警身上搜集到的异能控制装置 就算是一级英雄只要带上15个 能力也将被完全封印 而这次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准备了30个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通过特殊系异能者 所有的装置都带在了男主身上 见状犯人们开始狂呼 就差半场开香槟庆子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父母的计划有三个致命错误 第一就是男主强大的出乎预料 远远超过所谓的一级英雄应有的范畴 控制装置全部被其震随 见识不妙父母赶紧下令执行第二计划 将这一层的狱警拿来作为人质 而第二个错误就是男主的能力 既有肉体系又有特殊系 随手一指便是漫天黑闪 犯人直接下线 而狱警毫发无伤 精准控制的可怕 眼见大势已去 楼上活下来的人纷纷希望可以带上相圈以求保命 而第三个错误就是 男主不会给他们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到此除了后方的两人 这一层其余人死刑执行完毕 此时的斯比奇已经完全被吓破了的 于是他愤怒质问一旁的父母 这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了 男人在一旁嗶嗶叨叨 父母却在怀疑人生 怎么可能三十个都不管用 听着一旁没完没了的吵闹声 父母终于忍不住爆发 他愤怒的直接变身 一爪子送男人上路 什么垃圾东西 居然也敢跟我大吼大叫 发泄一番的他还是没能冷静下来 你既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在前线战斗 这合理吗 这他妈的根本不合理啊 突然一阵嘻嘻嘶嘶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他扭头一看 只见之前一直被他当作电的玉锦 正要悄悄溜走 你这是自寻死路 眼见已经被发现 玉锦被吓得眼泪横流大喊救命 而父母无情地注视着对方 缓缓抬起爪子 然而就在下一刻 趴着爪子从身体脱落 父母难以置信地注视着自己的断臂 随后缓缓转头 看向身后出现的男主 对于趁机逃走的玉锦 再无一丝兴趣 此时男主冷漠地看着对方 英雄父母 死刑犯父母 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而父母一直手捂着自己的断臂放生狂小 他妈的 这次真的玩完了 只因妹妹感觉姐姐就像英雄一样肯靠 姐姐便因此走上了英雄之路 然而妹妹觉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手将姐姐送进了死刑监狱 曾经的父母因为妹妹的依赖而感到自豪 但是当他真正成为英雄后 却发现英雄这个行业很病态 有些英雄为了解决恶滚 竟然毫不顾及平民的安全 于是为了解决这一乱象 罗莎当上联盟老大之后 开始禁止英雄杀人 而父母或许本身性格就有点问题 目睹了无数暴力却又得不到发现 于是他的性格渐渐扭曲 父母作为英雄继续活动 直到在某一次任务中意外杀死的恶鬼 第一次杀人的父母开始有些不适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着迷 有生以来的他第一次感到陶醉 这一刻他激动的泪流满面 杀人原来这么爽啊 自那以后父母开启了杀戮模式 而他最喜欢的就是杀死比自己做的英雄 因为对方那种深胆背叛的神情 让父母感觉无比是狂 然而只终究是包不住火 他身上无法散尽的血腥味终究是引来了妹妹的欢迎 于是妹妹悄悄跟踪出门的姐姐 然后就看到了姐姐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一刻他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一切 而发现妹妹的父母同样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是跟你说过晚上不能乱跑吗 眼见事情已经败露 父母直接破罐子破摔 你要一起来吗 文言妹妹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 你在说什么 眼见妹妹不愿意 父母也不抢球 既然如此那就自己来吧 就在这时 妹妹发出尖叫 不要 随着妹妹话音落下 父母震惊地看向束缩住自己手臂的锁链 这一刻 妹妹脱梅的能力居然觉醒了 而脱梅作为英雄的第一次出手 其目标就是姐姐 从那以后妹妹脱梅成为了英雄 而姐姐父母则成为了通缉犯 最终犯人父母落入了自己的亲妹妹省中 今晚已经被抓 父母却笑着开口 怎么 现在连一声姐姐也不愿意叫了吗 然而脱梅却是一脸冷漠 我没有你这种姐姐 是吗 那还真是遗憾呢 画面一转回到现在 父母自知已无活路 此刻她只想问几个问题 听说以罗莎为首的联盟 其他英雄全都死了 而这也得到了男主的肯定回答 随后她问出了最关心的事 也就是说英雄脱梅也死了吗 文言男主陷入了沉默 而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父母深吸几口气 平处心情 这样啊 死了吗 我早就劝过她不要当英雄 真是愚蠢的妹妹 最后她想知道 自己的妹妹死的时候很痛快吗 而男主也回想起了 最后见到她的场景 脱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嘴里一直喊着 好疼 救我 姐姐 于是她告诉父母 你妹妹在死的时候 一直呼唤着你的女生 文言父母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听了 因为这让她的心情很不爽 本来都已经放弃的父母 现在开始直接变身 这一刻或许她只是想 冲到杀死妹妹的白毛面前 将自己压抑的怒火发泄出去 哪怕肯定会死 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 哪怕她突破极限 在男主眼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紧紧一脚便将气轻松踹飞 当然不要小看仇恨的力量 父母很快再次冲得上来 然而还是没什么卵用 男主一记直勾拳轰在她的身上 正面承受一击的父母 当即一口老血喷出 她的变身模式直接解除 父母不甘地看着眼前男人 此时男主居高临下地 看着父母冷漠开口 就算是死刑犯 但要杀死同伴的家人 还真是不舒服呢 文言父母好像见到了希望 他卑微地祈求对方饶自己一命 然而男主却没有丝毫心怨 当初你对向自己求饶的人 又是怎么做的 说完只见男主握紧手中拳头 阵阵黑衬一绕气场 最后的父母送给男主两个字 妈的 紧接着轰鸣之声 想撤整座监狱 死刑犯父母 行刑完毕 老爷爷仅仅只是想 跟年轻人交流一下感情 结果号称坚不可摧的监狱 便出现了一个大洞 就在刚刚感受着 从上面不断传来的震感 白毛小哥已经暗纳不住心中的悸动 虽然他身后的女人 同样是第五层犯人 但是面对白毛的挑衅 他却没有丝毫反抗 对此白毛甚感无趣 觉得还是那个人更有意思 现在他就要上去会一会男主 然而就在下一秒 一股距离突然隔空起来 白毛小哥当场被红飞出去 当然这种攻击 并没有带来任何伤害 只是单纯的将白毛吓了一跳 而此时一道身影 朝着白毛小哥黄返走来 小鬼 很无聊嘛 爷爷来陪你玩吧 感受着眼前之人 非同一般的气势 白毛终于来了兴趣 还真是可怕的老爷爷呢 而老爷爷同样一脸的和善 怎么会可怕呢 我可是个喜欢小朋友的善良爷爷 此时监控室里的狱警 惊慌失措的向狱长汇报 现在地下五层的老人金斯顿 和白毛黄身换泡面 看着监控里的荧幕 狱长十分满意 正所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此时监狱长更希望金斯顿能够获胜 虽然他是个同样威胁的家伙 他是卢克鲁斯监狱关押的第一个罪犯 也是服刑时间最久的犯人 他跟那些背负无数人命的罪犯 有着本质不同 那就是他的一生只杀了三个人 而且他是自首入狱 但是他杀的第一个人 就是当时最强的恶人 而剩下两个则是当时最强的英雄 他毫无征兆地突然冒出 杀了当时世上最强的三人 然后感到了无比的空虚 无敌真是寂寞 于是登顶世界之巅的他主动自首了 而当时的政府和英雄协会的关系并不太好 因此他被关在这里 整整三十年都没有被判处死刑 此时感觉有些麻烦的白毛小哥拒绝和老爷爷玩耍 然而金斯顿老爷爷却非常希望同小哥交流 他让白毛小哥不用害怕 因为他没有杀死幼苗的恶趣味 眼见对方不给面子 白毛也开始认真起来 只见他随手一挥 无数肉球便朝着对方飞去 面对飞来的攻击 老人不慌不忙地施展出绝技流水碎盐犬 所有肉球被纷纷弹开 而下一刻他们便全部破碎开来 漫天血雨随之落下 老爷爷微笑着看着对面 怎么 没有其他攻击了吗 结果等来的却是白毛小哥跟你玩太无聊了 反正你也快老死了地回答 文言老人陷入了沉默 现在的小鬼还真是嚣张啊 他表示自己曾见过无数像你一样的家伙 总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最巧 说着他狠狠一蹬地面 本应坚不可摧的地面当场爆裂开来 感觉被小看的老人开始亮出真正的獠牙 刚刚的一下不仅踏碎了五层地面 就连整座监狱都开始晃动 此时的监狱长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仍然对这所监狱的防御抱有失足信心 然而随着老爷子正式发力 他高高跳起双脚朝着白毛的脸就飞了过去 索性白毛反应迅速 千军一发之际躲避开来 但是这座监狱就没那么好用 剧烈的冲击令男主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等到一切风平浪静 御警却被吓得大惊失色 只因为号称坚不可摧的监狱 此时已经被砸出了一个大堡 看到这一幕的监狱长只感觉天窦塌了 白毛小哥看着老爷爷的杰作 终于是提起了兴趣 他正要跟着老爷爷从这里出去 却被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 只见一直以来在监狱外看戏的三人组 居然直接出现在此 白毛震惊地回头看去 他居然没有察觉到这些人是何时出现的 上面的监狱长更是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可以凭空出现在第五层 然而小女孩只是朝着摄像头一瞥 各位观众们 出局 下一秒五层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部熄灭 狐流监狱长不甘地捶桌 妈的 另一边处理完地下一层的男主来到下一层的大门前 他打开通讯让监狱长将门打开 然而却听对面传来让他轮抖的声音 男主沉默片刻开始自言自语 难道因为这里是地下 信号有些不太好啊 说完男主双手插入门缝 下一刻巨大的钢门被缓缓推开 然后男主顺着台阶缓缓朝下走去 这里跟上面两层不同 连树诗员就连尸体都没看到一句 干净的有些让人怀疑 突然一阵惨叫声音传来 男主朝着声音方向一瞥 只见一个女预警正朝着这里跑来 而她的身后还跟着几只怪物 这时女人发现了前面的男主 她却喊出了男主哥哥的名字 就在女人即将被怪物扑倒之际 男主终于出手 轻松将他们送走 此时获救的女人激动地冲上去一把 抱住男子 结果却被男主无情推开 男主看着眼前的女人 解释自己是江浩的弟弟 一听女人就反应了过来 那么你就是英雄徐江柳了 于是她开心地重新打招呼 并进行自我介绍 她笑着伸出一只手 我是你未来的嫂子 请多关照 对面的男主听得一脸的震惊 从没听自己哥哥说过之事 此时地下二层的单肩之中 这是属于一对兄妹的地盘 而这一层的所有犯人 都被他们做成了傀儡 此时妹妹感受到 自己可爱的狗狗刚刚死了 文言哥哥表示 是吗 那么那个人真该下地狱呢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救了一个人 居然就是自己未来的嫂子 更加没想到的是 未来嫂子居然怀有身孕 也就是说自己的大哥 终于后继有人了 反应过来的男主当即 就想亲自将嫂子红志亚送出去 毕竟自己未来的大侄子 可千万不能有事 然而志亚却表示 她的能力在这里有用 因为这一层单肩的两兄妹 是传奇英雄马格特的徒弟 而他们可以召唤出恶魔 并将人类变成傀儡 现在不仅整层的犯人 都已经被控制 其中还包括这一层 其他的狱警 如果那对兄妹可以解开能力 那么这些狱警 还可以恢复原状 而男主并没有办法 将他们区分开来 可志亚的能力 却可以通过 窥视对方的记忆 将狱警找到 当然他让男主放心 他并不会对他使用这一能力 然而男主却还是不想带他 毕竟在他心中 未来的大侄子 肯定是最重要的 不过志亚作为一名狱警 心中的责任感 不允许他就此离去 无奈的男主只好妥协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直接用能力 将对方整个包裹起来 两人朝前走了不久 就遇到一波傀儡 接下来志亚直接发动能力 找到了其中的狱警 这时他还想让男主 将他们先制服 然后再一一区分 然而下一刻 他整个人便被关了起来 因为在男主心中 唯一需要区分的只有狱警 而除了狱警 这一层的犯人全部改死 单肩中的兄妹 两人通过水晶球 观察着外面一切 他们发现这个人 好像比自己的老实还强 同时也比那个 将他们抓获的女人更强 妹妹对此感觉有些害怕 哥哥只好安慰着妹妹 不要怕 他不会随便杀死我们的 解决完一波犯人的男主 将志亚放出 志亚好奇对方 为什么要这么做 男主解释是为了 对犯人执行死刑 对此志亚很是不满 他认为狱警不是柜子手 他们的职责应该是叫化犯人 对方还想继续说叫 却被男主冷漠打断 够了 这种话我已经听见了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只追求理想会带来的后果 那些禽兽 绝对不会对此感到感激 而他只是做了 早就该做的事 杀死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 志亚还想劝说 毕竟他们都是人类 然而男主却愈加愤怒 已在胡说八道什么 他们算是人吗 志亚还想解释 他们有些人是有苦衷的 但是男主却表示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苦衷 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 难道就没有苦衷吗 他拒绝再听对方废话 否则就要将他送走 这一切还是要 按照他的方式继续 再次遇到一波傀儡 通过志亚去分出 哪些是预计 男主正要对犯人执行死刑 结果此时志亚竟说 如果江浩知道 这件事会伤心的 不说还好 这一转男主怒火 直接拉满 这一刻的他 直接化身怪物 心中积蓄已久的 鞭门再也压抑不住 现在的他只想 摧毁眼前的一切 终于无尽的愤怒 靠着那些人 肮脏的血液 释放了一小步 而身处地下五层的 三人组小女孩 只感觉自己 重义的男人越来越帅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权力一击 居然会被抖下来 就在刚刚男主 遇到了将人 变为傀儡的兄妹二人 善良的男主 劝说他们 解除自己的能力 这样他可以让他们 死得痛快一点 此时妹妹被吓得 瑟瑟发怒 而哥哥责问 男主能不能放过他们 然而尽管他们 看起来一副可怜的样子 男主却没有产生 任何同情 因为从地下二层开始 每个人身上 都背负无数罪面 而男主也不会 再给他们选择的机会 兄妹两人 企图拉一下关系 因为他们的老师 是男主的同伴 就算是将他们抓获的罗莎 都看在他们老师的面子上 没有为难他们 他们表示可以解除能力 只要男主可以放过他们 然而男主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见识不妙 志亚劝兄妹两人 赶紧带上强圈 但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 罪不至死 眼见男主已经准备动手 兄妹两人希望 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 志亚同样希望 男主能跟他们和平沟通 但是男主却拒绝听他们废话 因为无论是怎样的理由 他们害死无数人 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男主动手 兄妹两人被束缚到空中 男主本想先给他们点教训 让他们解除能力 没想到被抓在他们身上 开始散发出光辉 兄妹两人觉得男主不可理喻 根本不是人而是怪物 说完他们两人瞬间消失 普遍两个倒霉家伙留在园底 原来他们是特殊性能力 对此男主感觉稍稍有些麻烦 而现在的男主很是不爽 不是因为眼前的傀儡 而是他们一个个的 居然都说自己是怪物 通过水晶球 看着外面的妹妹 被男主吓得流下冷汗 一旁奋力挖墙的哥哥 担忧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然而妹妹只是让哥哥 专心干自己的事 既然正确对他赢不了 那就快点想让他逃跑 随后妹妹全力发动自己的能力 紧接着男主眼前 出现一个巨大的召唤症 下一秒密密麻麻的怪物 便从召唤阵中爬出 这些家伙虽然看起来 好像比傀儡强 但是男主却感觉更加容易对付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 无力担心物杀欲姐 而没有任何怪物 可以撑过男主一招 眼见自己辛苦召唤的宠物 瞬间被解决 妹妹不由慌了起来 他转头催促哥哥 然而哥哥表示 还需要十分钟左右才行 文言妹妹直接忍痛咬破自己手指 只为能够再拖延一点时间 然而还没等他继续 一阵剧烈的震态传来 只听风的一声 牢房房顶被人一脚踹破 他们难以置信的转头看去 只见那个男人已经来到了他们眼前 原来男主机智的发现 只要抓住他们两个 就可以将所有人一网打净 于是他直接抄了劲道 此时男主给他们 最后一次机会解开能力 这样可以让他们死得舒服点 然而兄妹两人尽管怕得要死 却也不打算束手就擒 只见哥哥双手伸出 随后半空出现几个巨大的法阵 男主惊讶的抬头看去 只见对面直接召唤出了四大天使杖 然而纵使如此 却也没能挡住男主轻轻一脚 两人难以置信的回头看向身后 这真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吗 走投无路的哥哥将所有预警召唤过来 想要以此威胁男主不要过来 否则就将他们都杀了 然而很快他便愣住 因为旁边传来了妹妹的惨叫 他难以置信的转头一看 只见妹妹已经被束缚起来 此时男主冷漠的开口 如果不放开预警 你的妹妹会死得很痛苦 随着男主说完 妹妹便惨叫起来 哥哥好疼啊 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 哥哥再也支撑不下去 他卑微地跪在男主面前 表示愿意解除能力 只求男主能够放开妹妹 他们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跟智雅谈谈 然而男主只是无情地看着他 先解除能力再说 最终兄妹两人迫于压力 解除了自己的能力 无论是预警 还是犯人全部回复正常 而犯人还没等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便被男主执行死刑 至于剩余的预警 男主让他们自己离开 最后男主遵守约定 带他们见智雅一面 不过得换个地方 因为这里实在是不太适合 预父观看 男主将智雅放出 告诉他那对兄妹 死前有话想跟他说 智雅确劝男主能饶他们一命 只要给他们戴上控制装置就行 然而男主满脸阴沉地看向他 不要让我再说相同的话 智雅被男主的样子吓到 不敢再多说什么 而兄妹两人只是问智雅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犯了那么大的罪吗 我们的罪没这么大吧 你说句话呀 文言男主让智雅简单说一下 然而看着紧紧相依的两个孩子 智雅却是沉默两久 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兄妹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智雅欲敬 对此很不理解 明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坏心思 然而男主可不管这些 他已经遵守了约定 接下来开始执行此行 哥哥抱着痛哭的妹妹 绝望地注视着男主 却没有隐瞒男主的半分同情 他一拳朝着兄妹哄去 剧烈的轰鸣爆发而出 然而挥完这一拳的男主 却是变了脸色 因为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 将他们牢牢地守护下来 两兄妹震惊地看向那熟悉的身影 老师 而男主同样是一脸震惊 马格特 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 双胞胎兄妹只是听老师的话 要做一个好爱 于是年纪11岁的 他们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点 就在刚刚男主一击 被老熟人马格特挡下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身影 难道说这对双胞胎兄妹 还能召唤幻影 不过男主很快反应过来 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强的防御率 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 是马格特亲自使用的领域 男主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即使这是他曾经的徒弟 当然这也不能改变什么 既然一击不行就来第二季 在兄妹两人惊恐的目光之中 男主再次一拳轰出 绝对如玻璃般破损 然而下一刻更多的防御阵法开启 男主愤怒地注视着这一幕 这个该死的老头子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这样男主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着 马格特的防御阵法 被保护的哥哥紧紧抱着 已经快要失去意识的妹妹 渐渐的男主心里 生起了某种不舒服的感觉 马格特是男主 作为英雄时的前辈 他收养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那时候他们小队成员 总是喜欢到这里陪孩子们玩水 然而男主却总是写得哥哥不入 每当这种时候 马格特就会单独陪男主说话 听说男主与哥哥相依为命 还大方地表示 可以让男主向自己撒娇 当然这位男主无情拒绝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 都被白毛毁了 那一天的男主双眼 留下长长的血泪 就算是人生的最后时刻 马格特还在安慰着男主 别伤心 一切都会过去的 此时男主机械般的一次又一次的灰犬 直到马格特的防御阵法 只剩下最后一刻 这一刻他终于是停了下来 因为他想听一听 马格特这么做的理由 于是男主将志雅放了下来 他想看一下 那个老头子究竟在想些什么 接下来志雅发动能力 将马格特的记忆剧 陷到了手心之中 明明很可爱的三个小人 却遭男主吐槽恶心 话音刚落 刚刚还一脸开心的小人 瞬间沮丧下去 不过男主有些好奇 为什么会有那对兄妹的记忆 结果就听志雅解释 是因为马格特先生 对他们使用了能力 绝对不是自己故意放递 对此男主并不介意 因为无论他们有什么故事 他还是会执行死死 文言小小的马格特 失落地抱紧自己的两个头 接下来志雅开始展现 他们以前的记忆 当时年仅六岁的兄妹 被他们的人渣父亲 卖给了地下黑市 这里专门拍卖能力者 而最受欢迎的是 特殊系和肉体系 所以隐藏了能力的两人 很长时间没有被卖掉 直到有一天出现了 一个女人将他们买下 而他之所以要这两个 可以召唤天使和恶魔的孩子 居然是因为他想看一下 天使和恶魔交配 可以生出什么 当时年龄太小的 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而也就在这时 一阵爆炸直接在他们头顶炸开 拍卖场当场被炸成废墟 红石里面的人 都被一个个结界保护下来 正是马格特和他的助手 利福斯来解救被抓的能力者 兄妹两人都震惊地 注视着天上的人 当时马格特将 所有参加镜拍的人 全部送走 红石释放了所有被抓的人 而就在他们要离开之时 兄妹两人紧张地将其喊停 他们看出眼前的老爷 也是召唤戏名利者 于是说出自己也是召唤戏 希望对方能够将自己带走 文言马格特果然停了下来 并让他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下一刻他们便召唤出了 天使和恶魔 这特殊的召唤 引起了马格特的兴趣 于是马格特高兴地 收下了两个弟子 就这样马格特教了他们三年 召唤戏最重要的是想象的 既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能力 又可以专攻自己喜欢的意义 马格特好奇他们会走哪条路 而他们的回答令马格特十分意外 因为他们感兴趣的 竟是天国和地狱 只因他们的妈妈去世权说过 善良的人会上天堂 邪恶的人会下地狱 而也就是这句话 一直支撑着他们走到现在 他们要听妈妈的话 让善良的人去天堂 邪恶的人下地狱 让这个世界走向正骨 当时的马格特 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只为他们的善良感到高兴 然而有一天 英雄协会突然找马格特帮忙 为此他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去追捕一个罪犯 听到这一消息的兄妹两人 希望老师不要离开或是带上他们 然而敌人太过危险 马格特不能带他们去冒险 此时的妹妹哭得撕心裂肺 她害怕再一次被抛弃 最终却也无法改变这一结果 最后马格特送给了他们离别礼物 在他们身上施展了自己的能力 马格特为他们安排了保护所 并希望他们到那里继续做一个好孩子 但是曾经的遭遇 让兄妹两人不敢轻易和别人接触 于是他们没有去保护他 而是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强化自己的能力 同时为了再次见到老师之前做个好孩子 他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善 而什么又是我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半 他们终于用自己的标准地区分出了善额 于是他们就回到了自己久违的故乡 然后用自己的能力送善良的人去天堂 送邪恶的人下地狱 此时年仅11岁的他们便开始创造 自己想象中的天堂和地狱 而这里就是不属于他们的一点人 该是经历怎样的绝望 才能让一个11岁的小女孩露出这种撕心裂肺的表情 不久前回到故乡的兄妹 二人召唤出天使和恶魔监视村民的一举一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判断出 每个人是应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而他们的评判标准则是 小时候妈妈告诉他们的不该做的事 不能偷东西 不能说谎 不能乱扔垃圾 不能打架等等 这些原本都是小孩子天真的想法 而正因为天真 所以有时更加惹怕 就算是那些通过标准的人们也没有被放过 因为他们会永远地沉浸在天国的美梦之中 就这样 两个11岁的孩子将故乡变成了扭曲的伊甸园 而这件事也很快便被上报到了英雄协会 为此英雄协会会长乌托里蒂召集英雄开会 然而这一次却仅仅只有三名英雄到场 看来这个会长的面子也不太好 会长将手中的资料传输给他们几人 看着上面明显不大的两个小孩 中间两人一开始还在讨论要不要先养养再杀 结果等到会长表示他们是马格特的徒弟时 那两人瞬间变了脸色 他们立即改口 既然这样 那还是让马格特自己解决吧 不过这是一直没说话的那个女人举起手来 这个任务可以交给我去吗 接下来任务的三级英雄客多骑着心爱的小摩托来到两兄妹故乡 看着不远处天空之上那密密麻麻的光环 不禁感慨真是壮观 另一面的兄妹两人也同水晶球发现了入清城 而女人明知被发现去一点也不慌 甚至还有闲心掏出手机拍照 同时他也发现这些人好像还没死 突然他察觉到什么猛然回头看去 原来是兄妹两人直接降临到了傀儡身上 他们紧张地询问女人究竟来干什么 然而看到这一幕的女人却是眼冒星光 这还真是便利的能力 哥哥让对方不要废话 赶快回答自己的问题 谁曾想对方竟然提出了反问 老师也知道你们是特殊系吗 你们没告诉老师吧 毕竟他可是只说召唤系学生 文言两兄妹瞬间被动摇 哥哥立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 结果对方介绍自己是克多 并表示自己是他们的前辈 一开始他们根本不信 明明他们的前辈一直只有利福斯 结果对方竟表示 因为自己只对尖锐的东西感兴趣 没有听从老师的话练习防御魔法便被抛弃了 这一刻他满脸扭曲 嘴里一直喊得太过分了 其疯狂的样子吓到了小小年纪的兄妹两人 自明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疯女人居然直接召唤出了无数武器对准他们 这一幕令他们瞬间大惊 见状哥哥挡在妹妹身前让他快住手 结果下一刻 对面竟然直接动手 周围村民纷纷因此丧命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竟然只是为了能让马格特再次想起他 回到自己身体的兄妹两人惊恐地注视着水晶球 这到底是什么呀 而杀死大量村民的女人 只感觉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 此刻的他只想要更多更多 终于他来到兄妹两人身边 却被他们的结界挡下 女人夸奖他们防御学得不错 但是攻击还需要多加练习 说你将身后准备偷袭的傀儡一幅为二 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全力施展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真的那么做 即使他是一个英雄也会被代理 谁曾想现在居然有人为他准备好了舞台 即使他知道那些人还活着 陷入疯狂的女人抬头望天 双手高举全力发动能力 下一刻只见一把超巨大的美术刀 突破云层从天而降 现状女人兴奋地忘乎所以 他终于做到了 我从未见过这么大 这么酷的东西 而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们两个 说着女人伸出手就想将所有人解决 他已经得意忘形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传来的威胁 下一刻他便被一张大嘴马然吞下 狐留一只胳膊伸在外面 哥哥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震惊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大怪物 原来是女人恶魔一般的行为 彻底刺激到了一项脆弱的妹妹 这一刻的他双眼不禁流出血泪 整个人陷入黑化 红石能力获得空前提升 哥哥担忧地转头看向自己的妹妹 恢复过来的妹妹却是满脸泪水 我刚刚是杀了一个人吗 文言哥哥紧紧地将她抱住 不 你杀的不是人 是恶魔 可怜的兄妹两人终究还是死了 当马格特回到英雄协会时 已经是一年以后 而这时候兄妹两人 已经创造出了更大的伊甸园 看着手中报告的马格特 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 当即就要赶到他们身边 结果却遭到了会长阻止 只因马格特没有完成 他的委托将犯人杀死 反而交给了当地政府 而马格特当然不会就此低头 他一定要过去 当然会长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决 只见他一巴掌就拍碎了身前的石桌 而马格特也是丝毫不让 各种阵法环绕左右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扑如其来的一道声音将两人打断 此时仅仅三级的英雄罗莎 表示愿意接下这一任务 文言会长瞬间同意 并保证完成这一任务他可以升级 但是却遭到了马格特的反对 然而下一刻罗莎 却是来到马格特身前 此时的他只说了一句话 请相信我吧 接受任务的罗莎 来到兄妹两人的伊甸园 同时他们也第一时间 便注意到了有外来者入侵 于是直接附身到傀儡身上 出现在罗莎面前 并质问他是谁究竟来干什么 罗莎自我介绍是一个英雄 此次是过来接走他们 然而英雄两个字一出 立刻便刺激到了兄妹两人 尤其是妹妹 她当场便召唤出了无数怪物 妹妹愤怒地让对方立即离开 否则就送她下地狱 文言罗莎静温柔地表示没问题 但是我要带你们一起走 话音刚落 妹妹召唤出的怪物 便全部在金光中消失 而罗莎却连动都没动一下 巨大的实力差距 让兄妹两人感到绝望 处理完怪物的罗莎来到他们面前 此时他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善良 因为他们的攻击中没有任何杀意 同时他感到非常的遗憾 如果他们第一次遇到的是善良的英雄 也不至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罗莎告诉他们所做的都是错的 而他们的老师很是伤心 突然听到老师的消息 他们震惊地瞪大双眼 难道说老师回来了 还是说对方在说谎 然而对面的罗莎却是一脸温柔的劝导 解开能力跟我回你们老师身边吧 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温暖的两人 终究是将手搭了上去 这一刻一大两小三个身影彼此融合在一起 而出来的兄妹两人果然见到了 等在此处的老师 他们激动地扑向老师怀抱 这一刻哥哥哭着向老师坦白 他们还有特殊性能力 并向老师道歉 因为他们认为老师只说召唤血徒弟 文言马格特却是满脸疑惑 这话他可从未说过 于是询问到底是谁说的 在听到有个叫克多的英雄说是他的徒弟时 马格特当场愣住 他解释自己只有他们和利福斯三个徒弟 至于那个人他只是指点过他一次而已 这一次愣住的成了兄妹 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担心了的寂寞 接下来马格特了解了这几年 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善良的孩子 而做了怎样的努力 然后请求罗莎将他们交给自己 结果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虽然他们只是孩子 但是法律毕竟是法律 而教化罪人不是英雄该做的事 话最如此 此时的罗莎却也同样感觉到 这个世界存在很多问题 于是他邀请马格特和他一起努力 因为这一刻的他决心要改变这个世界 马格特被他的觉悟打动 同意成为他的伙伴 当然他会用能力保护自己的徒弟 以此保证没人可以杀死他们 接下来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在他们两人成年之前改变这个世界 看完这一段回忆的男主陷入了沉默 因为当初正是罗莎邀请他成为英雄 而罗莎打动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要不要跟我一起改变世界 此时智亚在一旁劝说男主放过兄妹两人 尽管他承认他们确实有罪 但是他们只是缺少正确的引导 然而此时男主却并不想听他废话 一伸手就将对方困了起来 随后男主便冷漠地走向兄妹两人 见状哥哥紧紧抱住妹妹 大声地祈求男主能放他们一马 结果他们等来的就只有沉默 这一刻他们害怕极了 惊恐地呼喊着自己的老师 而随着男主充满怒意的权力一击挥霞 整座监狱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振战 然而这一拳却没有打在兄妹身上 只是让地面承受了所有 这一刻的男主感觉怒火直烧 当初那个女人明明有改变世界的觉悟 结果却什么也没做到 此外还有眼前的两人 她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然而这个苦恼很快就没了 因为下一刻兄妹两人就变得四分五裂 突如其来的一幕深深地刺激到了男主 而随着一阵笑声传来 诡异的三人凭空出现在这里 对此男主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呆愣愣地看着漫天的血雨 以及兄妹两人飘零的衣物 这一刻空前的绝望感再一次涌上她的心头 果然这就是一个操蛋的事件 而此时并将女孩走到男主面前 你在烦恼些什么呀 我的老公 女孩第一次主动向对面的男人表白 结果迎来的却是饱含杀意的一拳 只因她刚刚故意杀死了一对未成年兄妹 当然不出意外的这一拳 被她的跟班轻松挡下 见状女孩干咳一声正要继续自我介绍 结果对方居然瞬间突破防御 拳头对着她的脸就打了过来 然而面对着毫不留情的一击 女孩却是一点也不慌 只见她仅仅只是伸出一只手 随后一个方形结界便将男主一击挡了下来 在男主冷漠的眼神注视下 女孩再一次自我介绍 我是星卡 特殊系空间操纵者 星卡与刚刚被她杀死的兄妹两人 有着相似的目标 那就是创立一个属于新人类世界的伊甸园 不过不同的是在这个世界中 只有超能力者存在 因为她认为现在的人类正在慢慢退化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迟早会走向灭绝 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既不是恶人也不是英雄 而是那些没有能力却正常活着的普通人 她认为只有优秀的基因才被繁衍后台 但是由于保护普通人这些优秀的人却大量死亡 导致本该被淘汰的基因却大量繁殖 就像英雄罗沙领导的团队 他们都是如此的优秀 按照自然法则来说 他们应该才是可以活下去的人 然而去为了保护区区普通人 他们全都死了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他们要杀死阻止人类进化的英雄 以及所有别人类 创建一个只有拥有强大能力的人 才能存在的世界 对此老万直呼内行 这样一对比 只想赋予所有人超能力的老万 简直就是超级大善人 此时男主感觉自己很累 精神上早已疲惫不堪 他实在是没想到自己 在这时居然还会碰到一个疯女人 当然星卡可不这么觉得 他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理智的人 对此他身后两人深本赞同 此时星卡邀请男主加入他们组织 到时候他就是夏娃 而男主就是亚当 他们可以一起创造出最优秀的新人类 同时他还好心地解释 自己的第一目标其实是排毛响歌 为此他们不惜使用电磁脉充救了他 不过可惜他现在还是一个未成年 不能单词大人 于是聪明的星卡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 那就是在他成年以前 由男主担任亚当 等他成年以后 自己再和他一起为人类延续而努力 到时候他选中的两个人 也可以放下成见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说了这么多 星卡问男主是否听懂 而此时男主只弄明白了一件事 也就是说电磁脉充攻击的幕后黑手就是你们对吧 见状星卡一惊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好像对方的大哥就是因为这件事没了 不过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因为他可以给他一个新的大家庭 于是他笑着问男主怎么样 决定好了吗 而男主冷漠的无处 决定我早就做好了呀 我要彻底撕罪 将你们错骨扬灰 其疯狂的样子下到了星卡的两个跟班 这看起来感觉有些不太妙啊 不过对此星卡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毕竟情侣之间吵吵闹闹闹的不是十分正常吗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彼此 就在刚刚男主徒手撕裂了眼情的空间块 然而对此星卡却是一点也不慌 哪怕是充满杀意的拳头即将打到他的脸上 只见他仅仅是伸出一只 下一秒一个空间通道便出现在两人中间 还没反应过来的男主瞬间 便被传送到了卢克鲁斯大监狱的外面 回过神来的男主冷漠地朝着身旁一匹 只见星卡的身影出现在一旁的半空中 他让男主先在外面冷静一下 说完便消失不见 然而男主只感觉自己现在冷静地可怕 紧接着便宛若流星坠落 随之而来的是准座监狱的剧烈震动 这一刻号称监部可作业就连三人组都束手不策的监狱 终究是破了一个大堵 而男主也成功地再一次回到原来的底了 对面的星卡看着男主惊人的表现不惊话的一声叫出 然而男主却不想再听任何废话 他毫不迟疑地一拳挥出 结果下一刻对面三人竟直接通过空间转移到另一边 见状男主缠绕着黑闪的一角再次踢出 但是对方再次消失 无辜的地面承受了所有 等他们在出现时已经在男主身后 此时的星卡感觉好像在捉迷藏丸的很开心 见此情形男主也决定稍微认真一下 随着摸摸话启动 只见此时男主的手变为利爪 星卡瞪大双眼注视着这一幕 这真是太帅了 然而话音刚落男主已经无情地朝着他的面门抓了过来 尽管这一次仍然顺利躲了过去 但是再一次出现的星卡明显有一点慌了 此时他大声喊停 希望男主可以先等一会儿 然而话音为落男主的爪子就已经来到他的眼前 就算是他可以一次次的空间移动 却也始终摆脱不了男主顺一般的速度 最后星卡的空间移动终究是被男主追上 此时的他彻底慌了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长着一双猫眼的凯特却突然跳到了男主身上 此时的他趴在男主身后发出一声可爱的猫叫 见状星卡瞬间激动起来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因为他如果抓到你的话你就死了呀 话音刚落凯特便被男主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一下不解恨就接着再来第二下 而剩下的两人却躲在空间里 波澜不惊地看着这一幕 等到男主停下手中洞口 原地已经连残家都没剩下 明明已经确认将手中之人解决 然而刚刚那道声音却再次传进男主耳中 只见一个新的凯特出现在星卡身边 看吧 我就说被他抓住你就会死吧 果然不愧是叫凯特 估计是有九条命 此时他问星卡小姐接下来怎么做 看着对面男主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星卡无奈地叹了口气 真是太遗憾了 此时他的双眼流出长长的泪水 那些基因是如此的珍贵 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然而男主却是一点也不为之所动 甚至更加认真了一些 随着Move 5启动 男主身边无数电球萦绕 见状星卡也明白自己 即使说再多也是白费 于是他也不再留守 直接施展出多重维度空间 随着十几个新的空间通道出现 下一秒只见每个通道中 都有一个声音走出 这一招终极召唤术 看的男主都一时愣住 此时一脸委屈的星卡 让男主跟他们打个招呼 并表示从现在开始 他们将是掌管人类的新人 首先走出的就是 被马格特追捕几年台拿下的爱德华 他不能接受对方就那么死了 本来这件事应该由他来完成才对 另外地下三层的其他九人也陆续走出 除此之外还有地下四层的五人 以及最后走出的地下五层两人 也就是说除了一脚不知道 踹哪里去的老爷爷 还活着的犯人全部聚集在此 再次见到老熟人 白毛小哥上来就高兴地 朝着男主打招呼 而看到对方的一瞬间 男主已经爆发出了今天的杀气 此时的他简直不像是个人类 随着Mode Zero启动 狂暴的气势直冲天际 看着对方怪物般的身姿 白毛此刻同样兴奋起来 面对冲来的男主 他非但没有丝毫惊惊慌 而且还愉悦地张开双臂 那么就让我们再一次 一起快乐地玩耍吧 男主都已经变得像个怪物一样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觉得 他还不够点 就在刚刚男主与白毛小哥 进行了冰与火的碰撞 剧烈的轰铃声 想撤着做监狱 见识不妙的狱警赶忙 劝狱长撤退 此时的狱长早已被吓得乱了分腾 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第一次交手的两人 居然未分胜负 白毛小哥属实是牛逼 两人野蛮的战斗方式 看得一旁的犯人叹为观止 这座监狱地下三四层的犯人 都是被罗沙带领的小队捕获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男主的这种战斗模式 而现在他们终于理解了 一直以来罗沙那个圣母 阻止男主打架的原因 因为所有看到他这副样子的人 都有一种感觉 死亡 这就是死亡出现实该有的样子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着迷 有些人未知产生敬畏 而有些人则生出嫉妒 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能力 至于新卡则是满脸悲伤 你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啊 只有白毛小哥是满脸的幸福 他终于找到了同类 看着眼前怪物般的男人 白毛小哥十分好奇对方 为什么之前打他的时候 没有展现这种状态 可男主却一点也不想废话 充满杀意的一拳 直接朝着对方摆他轰去 而面对如此强力一击 白毛小哥却是咧嘴一笑 你是不是还有更多能力 话音刚无数攻击凭空落在男主身上 男主当场倒飞出去 第一波交手男主越战小后 当然对普通人来说的致命伤 对男主来说跟挠痒痒差不多 站稳的男主再一次朝着对面冲了上去 然而他的拳头却在白毛小哥身前停住 仿佛有一层透明的薄膜 在他牢牢挡下 原来是白毛小哥 提前压缩了自己身前的空间 然后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男主再一次被轰飞 小哥的表现直接刷新了观众席上犯人的认知 他还这么小 如果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怪我 虽然连续两次占据上风 可白毛小哥明白这种程度的攻击 不可能打倒对方 果然下一刻他便被一拳狠狠地打在脸上 这充满力量的一拳 令白毛小哥当场一口脑下腾出 然而男主却不会有丝毫怜悯 再次一拳狠狠打在对方的肚子上 这一次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被轰飞的成了白毛小哥 看着下面两人的争锋 上面两个罪犯不禁感慨着还真是两个怪物 殊不知男主最讨厌别人说他是怪物 于是下一刻两人还没反应过来脑袋变斑了假 接下来轮到了被马格特花了几年才抓到的爱德华 然而爱德华居然用出了马格特的防御魔法 原来他可以偷取别人的能力 这还不算完 这家伙居然还胆敢故意挑衅男主 看到西约队友的魔法后有没有感到怀念 然而下一秒男主只是稍稍一用力 结界便破碎开来 看着近在眼前的利爪 爱德华的心中只感觉充满了嫉妒 为什么拥有这种力量的不是我 眼看爱德华即将下线 立下四层的西螺突然一脚将男主踩飞 男主当然毫发无伤 不过此时的他愈发像一个怪物 就在此时白毛小哥却出声让几人住手 因为他更想让男主陪自己一起玩耍 然而看着眼前怪物般的男主 他却感觉对方仍然在隐藏着力量 于是他合理的怀疑以前的男主 被英雄的身份束缚 但现在的男主同样被预警的身份所束缚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允许 白毛小哥要为他们两个 创造一个毫无均数的游乐场 而随着白毛小哥手掌一握 他的能力发动 下一秒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 整座监狱开始震动 然后这座号称坚不可摧的牢笼 由内而外地开始崩塌 而白毛小哥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男主彻底解除束缚 然后两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